街友流落街头 四处为家 但不同街友的背后都有着自己的故事 他们有的单纯想找个远离人群喧哗的角落 也有的因为贫困所逼 无家可归 还有的因为犯了过错 而不愿意面对家人 他们以天为备 以地为习 过得一天是一天 而定时为街友派送食物的非政府组织 街友喂食者就期盼 民众用心聆听街友背后的心酸 没能雪中送炭 也不要落井下石 欺凌或歧视他们 白天 街上人来人往 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忙碌着 待夜深人静 这里就变成了落魄之人的避难处 他们在路边住起自己的家 以天为备 以地为习 而他们就是大家眼中的街友 街友是社会的边缘人 他们隐藏在城市中的某一处角落 仿佛和这一个世界格格不入 也许会有很多人质疑说 他们有手有脚 四肢健全 为何不求上进 要流荡呢 可是你是否又想过 自己为何不停下脚步 好好倾听他们背后的真实故事呢 其实他们别无要求 只求餐餐温饱和愿意倾听故事之人 吉隆坡街友喂食者志工 每个星期定时为街友送暖 派送食物 更重要的是借出一双耳朵 走进街友的世界 无家可归是这样的 饭鸡的东西 你的家人呢 家人班城 家人是什么 我们愧疑 你想不想回去 要我回去 回来没用 政府人经常在隔壮 我们不怕 当然要走 为何政府会去隔壮 我怎知道问我 我回来不了 最想我再去死了 这么说 有家归不得尽显无奈 无家可归显得凄凉 有荡的躯壳 灵魂却困锁在回忆中 筑起一道墙 不愿低头向亲友求助 他已经退出 因为他很长 跟妻子他 他的儿子已经在外面 他们已经在外面 所以他们生活了 但他有免费 免费 所以他们減费免费 免费免费 只是个婚伍 但妻子 他们突然有缺帮 症状 很严重 所以他用了最多的钱 去帮助她 保护她 然后给她治疗 短话短 结果不成功 然后她离开了 他没有任何 他没有任何人 没有钱 他没有任何人 他没有任何家庭 街友喂食者 犹如为街友雪中送炭 短期而言提供救援物资 长期来说 协助他们寻找工作 但过程中还是面对问题 我们的挑战是 不均衡 所以没有所有街友 一直都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一天我会见到他们 如果我会见到他们 在同一天或同一刻 就会很难 因为他们没有留在那里 他们会在不同的地方 每一晚 他有一个家庭 所以某些工作 需要人家住在住宅 他不能住宅 因为他有妻子和孩子 所以他的唯一要求是 我没有办法工作 但只要我妻子和孩子 也会留在我 街友的心酸 无人知 背后的故事 又有多少人 愿意去聆听 街友喂食者 希望民众 即使没有给予 街友物资上的帮助 也不要白眼看待街友 好让这个世界 少点歧视 多点关怀 八度空间 邓穗金 启隆坡报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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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